就是把所有的菇呢都加进去 像我平常会除了白精灵菇之外 我还会把香菇一起下去煮 然后我觉得那个口感非常的好 放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让它滚一下 放完这个时候我会先放一些洋葱粉 再来一点黑胡椒 有些人不喜欢很辣的话就不用放这么多 放一点就好 然后把它盖起来让它煮滚 它差不多煮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我会再把豆腐加进去 我很喜欢把豆腐切的小小的 然后再把它盖起来 跟它煮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加酱油 酱油看个人的口味 通常我会加大概两三茶匙左右 然后呢我还会另外再加胡椒粉 这个是从马来西亚来的胡椒粉 所以这个白胡椒粉它是有很香的味道的 不像台湾买的那种胡椒盐 这是白胡椒粉纯的白胡椒粉 马来西亚的 就是让它有一点体味 我自己个人喜欢吃辣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放多一点 刚才呢在放豆腐的时候呢 如果想要吃面条的可以放面条 然后想要吃根的可以加上太白粉 那就会变成面根或者是根 加好的酱油之后呢我会再盖起来 然后让它再煮个大概三分钟 然后让那些汁啊还有调味料 可以全部都吸到那个菇里面 好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 哇非常的香 然后我先把火关掉 我个人很爱加醋 所以我会加这个树的醋 大概加个一两茶匙吧 然后搅一搅就可以上桌了 我已经把它盛到碗里面了 那这时候如果有香菜的话呢 可以再加一些香菜 然后它会变得更香更好吃 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香菜 那我就没有加香菜这样 可是各位可以看哦 哇那个菇 可以看到那个菇 都是颜色的 那个酱汁的颜色 都可以吸到里面去